最精采的表演 就在民視的 超級冰冰秀 YouTube頻道新開張 請大家要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 美鳳有約美鳳 祝大家早餐用車 餐一塊 美鳳有時都會四處爬爬爬 當然我覺得 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 我覺得住是很重要 找個飯店 不一定要說它是幾星幾星 至少它有它的特色 譬如說我到日本 我就會找一些 比較有木門的感覺 有些是榻榻 就是那個感覺 不管怎麼樣 晚上睡覺的地方 就算榻榻米 它鋪的東西 或是你住飯店 它鋪它的床 那個感覺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我很喜歡泡澡 我也喜歡賴床 也就是說在床上 就是你一整天下來 最舒服就躺在床上 它讓你明天的精神會更好 更有體力 睡眠是很重要的 選擇一個舒服的環境 還有那個床 還有那個床單 所以每一個人需求是不一樣 我覺得出去玩 去吃美食 睡覺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 心情要愉悅一點 好的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睡覺 睡眠 這個對每一個人影響 多多少好都有一點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人睡 或是兩個人睡 出國有時候是兩個人睡一間 你很熟才可以 要不然都一人一個床 睡的時候會不會影響到對方 這些眉眉咬咬 我們再了解一下 其他藝人他在生活上 會不會碰到這樣的困擾 尤其是夫妻 老婆 好的 首先請到這位 越來越遠到的道遠 美鳳姐好 忙碌的生活 讓身體非常地疲憊 如果睡到不舒適的寢聚 無法放鬆休息 真的是好困擾 說到重點是沒錯 另外這一位 越來越幸福 感覺出來就是 越來越漂亮了 我們歡迎靜香 大家好 一家人感情好 但是如果睡覺的時候 一直互相干擾 這樣子影響生活品質 很不好 但是現在要介紹這位 真的不簡單 既來台灣十幾年 台灣好媳婦 他怎麼來適應這個環境呢 我們歡迎法國來的安娜 請請來分享 超級好色的法寶 以前40歲 到這些人都沒有煩惱 厲害 現在這樣說話 這樣說話說得很練習 好 首先請教一下 是 剛才靜香說的 兩個生活是很重要 重點是你們怎麼會認識 然後在一起 然後就結婚 美鳳姐 說真的 這件我們兩個 怎麼相似這件事情 要套用最一句很流行的一句話 很玄 對 我們認識的方式很玄 很玄 是 什麼樣的方法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我 因為我一開始 我從小就是基督教 我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當中 長大 其實那時候因為 超級興奮到一個唱歌比賽的關係 然後進入到這個圈子 那時候也開始有了一點點的知名度 所以那時候教會會帶著我 然後到處去 分享我的生命當中的見證 那時候在到了南投去 那時候在南投基督教醫院 分享見證的時候 我在台上講我的見證 生命見證 她就坐在台下 對 在台下的時候 當我看到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上帝給了我一個感動 她說 這個女孩子就是妳未來的另外一半 我就說 上帝妳在跟我開玩笑吧 怎麼可能我來南投這邊 來分享個見證 我就認識到我未來的老婆了 對 那我說好 如果真的是 妳要為我預備的另外一半的話 妳給我一個實驗 給我一個 提示一下 對 我就沒有任何 我沒有任何動作 那時候我講完我的見證 也唱完歌了之後 我來到台下 她也走到台前要跟我合照 合照 我那時候為什麼覺得說 就是她了 因為 當她走到我面前的時候 她第一句話跟我說什麼 我們那時候完全不認識 我說 好 妳說 請問我可以熊抱妳嗎 對 她說我可以熊抱妳嗎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真的是給我一個提示了 我就說好 因為她跟我合照 我就說那妳回去 妳用妳的臉書 拍照我一下 我們就因為這個拍照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認識 妳看 妳的分享多讓人家感動 是 這一切要感謝上帝 對 讓妳有在 這個真的是起雞皮疙瘩 是 就這樣結婚就到今天了 還生了一兩 妳兩個小可愛 真的 而且話講回來 那時候藝人很辛苦 賺錢有搭一搭沒搭 對 很辛苦 她真的是真的 是 真愛 那我覺得她更勇敢 妳跟妳老公怎麼認識的 對 因為我是從發過來的那麼遠 我一開始 其實我對台灣沒有什麼 印象 我原本我的夢是去日本念書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在台灣 然後一直說 來 台灣很棒 我說好 我來 然後 又認識老公 怎麼認識 妳老公 對 因為我們 就在學校的 對 然後就公眾朋友 然後就 看到他就覺得 就覺得他應該是 很帥 然後就覺得 我們那時候語言 很難溝通 因為我都是用英文 因為我中文那時候很不好 他也不會這樣發文 所以我們就是用基本的英文 所以就開始聊天 然後覺得 我開始覺得又有興趣 但是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畢業 他也要當兵 所以我先回去法國 然後先我們再繼續聯絡 過了他當兵完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工作 但是我就 他說你要不要試試看來台灣 然後我們一起 一起試試看 要開口 對 然後就離著 然後就來了 然後我跟媽媽說 我說媽媽 我要去台灣 媽媽沒有反對 她說 你小心一點 但是我相信你 你不會做很笨的事情 然後我就來台灣 來到台灣你會覺得 開始當然你有在這邊讀過書 所以有些文化 人文 你大概知道有些不同 但真正生活在一起 跟老公講 那文化差距 生活磨合 有 我覺得我們已經 如果是同一個文化 一定會有很多地方可以吵架 如果不同文的話 一定會有更多 像有時候他會想 想吃飯 我想吃麵 然後我們就會吵 這個也會吵 吃吃就各吃 對 可是要有一個電鍋 有米裡面 我要另外煮麵 我覺得很煩 所以我們就會 可是在台灣是好的地點 因為台灣其實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去外面吃 是 去一個 我吃滷肉 他吃滷肉飯 我吃一個麵就好了 所以很方便 所以還OK 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生活就不像以前 讀書各個都住在一起了 住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人每個人 睡覺的習性不一樣 有人要關燈 有人要開電燈 要聽點音樂 有人不可以 要怎麼樣 那你們怎麼磨合 我們 雖然我們剛交往的時候 不管睡哪裡都會有 都OK 反正就要睡老公的 男朋友的肩膀 但是這個時間過很快 然後你會 睡覺就很重要 你睡哪裡 這樣的時候會影響你 一整天的脾氣 如果你選一個坐的床 你很容易吵架 我記得老公 我們之前 還沒有換床的時候 他常常去沙發睡 真的 睡沙發 因為他會半夜就起床 然後我會有感覺 然後我會吹那個 你為什麼會 因為我覺得很煩 這家是不耐煩 對 因為 他才 翻來翻去 對 然後我就會有感覺 然後我就一起來就不好睡覺 所以常常會吵架 太煩了 你們兩個父親又 在睡覺這方面 會不會互相有一些 也是很大的干擾 對 先讓我說 好輕鬆 沒有 我先承認我已經錯誤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會比較被我干擾的是 因為我比較胖 胖你也知道 就是可能 支氣管也比較不好一點點 所以我的打呼聲就會比較大 我的 以前我是籃球隊的 所以我的腰也比較不好 所以我在床上面 因為我睡太硬 我就會覺得 那個腰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在床上面 我就會調比較軟一點 有彈性一點 因為這樣子的干擾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會腰痠背痛 對 有時候還有一個麻煩是 因為我比較大隻 我的 因為他男投人 他有時候他是那種 以前八 九點 十點就要睡覺 我們是很規律的生活習慣 我以前在台北市 就是已經要十一 二點 一點才要睡覺 他睡著了之後 我還要這樣捏手捏腳 這樣 這樣爬上去 然後都已經快躺下了 結果他就驚醒了 對 就差在臉 所以他就變成說 一把他吵醒 就變成他脾氣就不好 對 所以就是很 因為這樣上面就很麻煩 而且睡覺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他很怕熱 我又很怕冷 我們真的就是一個是夏天 一個是冬天 他很喜歡吹很冷的冷氣 然後再加電風扇 我覺得要把整個 被子都蒙在頭上這樣子 很像包得像北極熊 冬眠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是 然後他又加上他又很怕熱 所以他的床墊一定要選那種 涼感型的 就是涼感型 對我來說我就會覺得 每天睡覺很像在咖哩睡 因為加了那個冷氣之後 你會覺得背很冷 在這方面要磨合的確是不容易 真的 因為你各自一個家庭 何況你是不同的國家 那你老公不能一天到晚去睡 睡客廳 對 那你們怎麼辦 怎麼解決床事 我怎麼解決讓老公回來房間睡 是 我猜我德國朋友的家睡過一次 跟老公 然後我問他 你的床 我發現他真的很好睡 我說是什麼牌子 他說是德國牌子 好 我去查 然後我就看法國有 我去幫媽媽買一床 然後我就看是不是台灣也有一位 我就超級想送一個回到台灣 然後台灣也有買這個床墊 然後我就看 這個床墊很厲害 他在歐洲全世界得到了 然後他有在三 四幾個國家 已經買得很多 然後我就說 我一定是要給老公睡這個床 才可以一起 改正你們兩個 把它拉回來房間裡面了 不要再有睡到客廳了 對 所以就 我今天剛好我帶來 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感覺還是滿舒服的 對 這個厚度 它這個到底有幾層 幾層 這個有五層 就這個 我來一個一個介紹 因為我覺得 這個上面的那一層也是很重要 因為是可以拆掉 可以洗 所以可以去放洗衣機 對 所以很不錯 然後第二層是 透氣的功能 透氣 第三層是 然後第三層會 支撐 支撐的功能 然後 第五層是 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第一個 傳電單很重要 它可以洗 對 再來就是還有層層 就是 功能就能支撐你的腰或什麼 它講到獨立桶 其實最早以前 我們的碰層 很多都是 獨立桶是彈簧 是嗎 對 但那彈簧有的時候 不小心 你上面沒有家裡那麼多圓 彈簧都大 走出來 我還有看過那種凹陷在一個地方 對 可是我發覺它這個獨立桶 其實它的意義就是想要 各自分攤它的所有的力量 但它卻沒有以前那種 所謂的獨立桶的內容壓力 是 比較進步了 對 因為上面有夾這些是很厲害 然後硬度 我覺得是剛剛好 不會太陰 也不會癱瘓 你意思是說柔軟度是剛好 對 可是我比較好奇就是 它的穩定度OK 這個在焊燥這樣 焊燥這樣 焊燥下去了 焊燥一下 是不是這麼多瓶 不會 不會 不會白 好不好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好 我等一下放一個水杯 OK 然後你們在旁邊玩一玩看 會不會放那個 這個水杯 OK 不用擔心 我相信 這個還沒有放水 等一下 我們試試看 OK 我用自信 這也要先擋一擋 放著 然後我們動它都不會倒 不會倒 不會倒 我之前玩我用一個烘焙 那我測試一下 完全沒有動 是不是 小孩是不是喜歡跳床 對 妳上去跳一下 我上去跳 它會倒嗎 真的 不用怕 它真的不會動 不會很穩定 我要跳 它真的不會動 它其實很穩定 這邊已經這樣跳了 對 對 好 我們來玩第二個遊戲 好 我放了蛋 OK 蛋會不會破掉 你們等一下放下去 會不會破掉 當然很難寫 怎麼可能都會破掉 你躺在蛋上面不會破 對 當然還是很難寫 我們試試看 我放那個藥的部分 妳躺 妳躺 太空的都好畫 OK 對 好 妳慢慢地 我要躺了 不用怕 衣服自己洗 她都不敢 她也有點不敢太用 躺平了 好 手要拿起來 我放鬆了 躺平了 妳的手臂放到腹部隊 有感覺到嗎 有 我感覺到它一粒在那裡 沒有破掉對不對 沒有破掉 好 我要起來了 這是水煮蛋吧 對 她在質疑 沒有 我沒有騙你們 你們想看嗎 OK 看看是不是水煮蛋 現場敲 沒想到 我來 什麼事 很是一般的 真的 有 不是水煮蛋 OK 我們可以繼續第三個遊戲 第三個遊戲 對 我們是用了餅乾 OK 這個餅乾 這個 會不會破掉 真的假的 這個很 很容易這樣 很容易折斷嗎 對 對 我起來 我來試試看 妳的麥克風 好 來 不用怕 會不會破掉 不會破掉 我自己會有心理壓力 躺到枕頭嗎 放鬆 你要放鬆 妳要感覺到它嗎 對 妳要聽它 沒有 對不對 如果聽它 不會吧 OK 好 我起來了 好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來 妳試試看餅乾 會不會 你看 完全沒有破掉 是我剛剛破掉 讓你們看是真的餅乾 OK 知道 可以 OK 真的餅乾 OK 這個是雙人床嗎 當然就是人家的筋頭 是 你們兩個 常常 每天晚上都放在床 對 所以你們就試躺一下 好 那個感覺 好 我覺得它軟硬很適中 好像你這樣動也沒有影響到它 對 你動一下 好像 還好 對 而且我覺得因為我腰有救傷 所以我覺得 我有覺得它支撐得到它的腰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是我的 是完全貼平的 對 可以撐得住腰 對 它是可以撐得住腰 因為很怕很多的床墊 它是這邊會空一塊 懸空的 所以它是完全貼平 所以我覺得這樣 對自己腰的壓力也不會很大 比較 就 重量會 對 支撐一下 側順 我喜歡側順 還好 我沒感覺 我完全沒感覺 沒感覺 對 就算它這樣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腰 對 然後小朋友 你翻身一下 你翻身一下 我翻一下 這個如果是這樣睡不久 就久了以後 它會像它重量比較重 它這個地方會比較好 會比較陷下去 不會 它那邊 不過它們都有測試 測試的報告 然後它們都沒有改變 然後我媽媽已經睡了三年 我媽媽也是比較 比較大症一點 然後它也是床也是一樣 沒有押下去的 而且它感覺很透氣 對 對 它有十年的保固 好舒服 我們今天就睡這裡了吧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這個枕頭 其實也很好睡 因為我家裡都是睡那種 棉花枕 對 普通的那種棉花枕 棉花枕它有個壞處 就是你的脖子這邊 腸胃是懸空的 對 我有時候喜歡側睡 或者是正睡的時候 我脖子那一塊 我就會覺得它壓力很大 然後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像落枕的那種感覺 你每天都要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才會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那它這個脖子 這個是什麼材質 為什麼它可以支撐到 它完全是幾乎不太有什麼 空隙的感覺 對 你們看 我幫你們開 這個掙脫裡面是有 你們看這邊 一樣那一條布也是可以去洗 它外層是可以去洗的 然後你看有三層的功能 是跟那個 一樣那個窗墊的一樣 跟床墊是一樣的 對 然後如果你有一些人喜歡膏 矮一點 低一點 所以裡面可以拆掉 如果你覺得太高 可以拆掉 對 有三層 所以我平常給女兒睡 就是會把中間這根 拿掉 拿掉 然後保測兩層 然後這個布就是有 放慢的 不會有蔥的效果 所以放慢 所以以前還沒有睡到枕頭的時候 我女兒一起床 就會開始 對 然後現在還這個枕頭 完全不一樣 她起床就會說 媽媽 幫我準備早餐 有 已經沒有那個喝醉 很棒 我覺得這樣父母就是會 會很害怕 起床就聽到那個聲音很不舒服 是 像它這個整個都是白的 你說它可以拆下來洗 我們在睡的時候 有需要再套一個枕頭套嗎 你可以 如果你想漂亮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想 粉紅色 對 你可以但是 你看就放洗衣機就可以洗了 我們剛剛你沒有吃那個雞蛋 對 你來這邊 不要動 OK 我幫你把你的 靜香可以過來 後面我幫你把一個雞蛋 你不要緊張 營養我它 怕我等一下回家洗澡 不會 它是直接睡在蛋上面嗎 對 我放在那個脖子那邊 你慢慢拆 來 我看一下 OK 對 可以 有沒有很緊張 不用緊張 它有一顆在我的脖子的感覺 你都沒有聽到什麼聲音對不對 對 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好 我起來了 好 所以那個 對 完全沒有破掉 一樣 立馬再打一下 一樣 立馬打一下 再打 好 等一下 換你 我來打 好的 不是 這是真的聖誕 OK 了解 我們要清 我們知道就是 那個只要拿下來就可以 這個也是拿下來就好 用清潔 用洗衣精 洗衣粉 一樣 這個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把 一樣剛剛我拿掉 你可以把它 因為我覺得最煩惱是 要洗那個床單 但是 他們也是有另外一個被套 這個套在這個的嗎 保潔墊 保潔墊的概念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透氣了 了解 所以如果 剛剛說的 如果小朋友會 尿床 對 或是流汗 他還是會很透氣 所以不會大家 起床 半夜就全部都是濕濕的 所以我們家的小孩 如果睡到很悶熱的那種床墊 他整個睡到一半會滿身大汗 沒錯 這個就不會 對 這個是很厲害 是水 不會真的 跑進去裡面 真的是很不會保護 我以前也是有媽咪 然後也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這裡我放一盞子 因為等一下我要放水 OK 給你們看到底有多厲害 真的不會死到下面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已經 放得出來已經是沒有真的 在洗在裡面 好 我們看看 會不會 喘墊的會不會 你看 都是乾的 完全是 防水 不會透過去的 完全是乾 厲害 又防水 又可以透氣 透氣 現在這個科技超厲害 好想買 這個睡得好 你才會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請去挑選是很重要 就是很重要的關鍵 你要找到適合自己的 然後放鬆 然後第二天 你早上才有精神 認真打拚 賺錢 對不對 對 好的 非常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安娜 謝謝 謝謝 就不會再因為天外一方 然後影響自己的天 是 是 很棒 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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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鳳有約 以上節目由伊蘭赫蒂法 紅莉花莊園冠名贊主播出